今日,是著名制作人周游于导演丈夫,李朝勇的婚纱照报光日,两个人要在10月8日大婚,周游如今已经81岁了,他是台著名制作人于琼瑶,江佩佩,周令刚并称为四大金牌制作人。 其丈夫李朝勇也有70岁了,两个人曾经分分合合,此中剧情特别出人意料,说出来能说个三天三夜。 但是今日,周游在婚纱照报光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,怒斥了当红李星贾静雯,说其不会做人,这是怎么回事?贾静雯又怎么得罪了这位81岁的老奶奶了? 原来,周游与李朝勇,又在10月8日风光大办过你,你邀请飞龙再见,一部电视剧当中的黄维德、江洪恩、贾静雯、黄少奇等演员担任花童。 这个消息其实在之前就已经被媒体披露过,当时还被笑称是娱乐圈中岁数最大的花童震熟。 但是据媒体报道,今天周游在采访的时候,却说已经打了电话给贾静雯的妈妈,而且是亲自打电话联系了两次。 但是今日却接着贾静雯的经纪人电话,说贾静雯小姐最近很忙,正在拍摄新戏,从早忙到晚上因此真的没有时间担任花童。 而周游退一步说,不当花童也可以,过来斗地下场也是好的,但之一就被拒绝了。 于是周游大怒,怒提贾静雯说,不想想你是怎么样起家的,明明联络是贾静雯的妈妈但是最后却是经纪人过来回应,而贾静雯连一个电话也没有给周游大,这让周游大为恼怒。 在媒体采访中,周游怒批贾静雯不会做人,还会演戏吗? 不过,媒体猜测,贾静雯是因为在11月,要和修姐姐在巴黎岛举办婚礼,因此是有机会,害怕喜冲喜,因此贾静雯不太方便出席周游的婚礼,其实媒体猜测的很有道理。 月前,在9月30日的时候,贾静雯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与孩子们的游玩照,看得出是带着孩子们度假,并没有如其经纪人回应周游所说,其一直在赶工拍戏,因此贾静雯如此拒绝周游多半还是因为怕喜冲喜了。 要说贾静雯与周游的关系,那说来话长,早年贾静雯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,多是周游当制作人的剧集,因此可谓是将贾静雯败入这一行的领路人。 如今贾静雯因为各种原因拒绝出席周游的婚礼,自然会让81岁的周游大怒了。 不过,虽然被贾静雯拒绝了,但是周游还是在今天晒出了自己的婚纱照,有媒体笑称这位81岁的老奶奶及的娱乐圈人物,穿上特质的粉色婚纱婉若18岁。 虽然夸张了很,但是也足以说明,这位81岁的老奶奶有一颗少女心,至于周游与李朝勇的故事更为狗血,两个人曾经抛开一起相爱,但是最后70岁的李朝勇却找了一个又14岁的奶奶及小三,让周游怒不可恶,开记者会录制李朝勇方恩负义,而且要与他断绝关系。 但是最后却不止,为何,周游又原谅了李朝勇,在今年的各种活动中,都能够看到周游与李朝勇,故意性能爱的照片,这种情况,让著名艺人陈松勇,你连接方式与雷敖胡誓言者,很是看不过眼。 曾经在今年的新春活动,周游是周游与李朝勇,恕不要比必死无疑,人不要脸天下无敌,但彼时陈松勇已经抱病在身,因此周游李朝勇夫妇就没过多理会,依旧秀着自己的爱,而且即将在10月8日举行婚礼,真可谓是一辈子,都要过得风风光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